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巴黎赛 古艾林战败于赵乐斯 他们在比赛中展现了不同的分彩合计 明星火炬手闪耀巴黎为国争光展现中国力量 距离备受瞩目的2024年巴黎夏季 奥运会开幕仅剩下短短几天时间 中国明星们纷纷受邀担任火炬手 为这一体育盛事增添了不少亮点 他们或温文尔雅 或英勇无畏 或自信从容 或青春洋溢 无意不再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力量的多样魅力 作为世界顶级钢琴家的朗朗 身穿整洁的火炬手服装 在巴黎街头引发了不小的轰盾 平时在舞台上气度非凡的他 私下里竟然如此随和幽默 与粉丝们打趣互动 展现出了超高的亲和力 朗朗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火炬传递 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美好愿景 让奥林匹克精神星火相传 作为国际顶级音乐家 他此举无疑是对东方文化魅力的生动诠释 实力派演员静东也受邀成为了这次火炬手 身穿标准服装的静东 英气逼人 彰显出了成熟男士的魅力 他多年来凭借出色的演技获得了广泛好评 可谓是中老年观众心中的No.1偶像 静东在采访中表示 为参加奥运的运动员们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能在赛场上尽情发挥 为国争光 这位书圈顶流的清和力和正能量 无疑会为中国代表团加油打气 滑雪女神古爱玲当然也不能错过 这次火炬传递的机会 她身穿火炬手服装 在巴黎市区兴奋的奔跑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自信与活力 凭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的出色表现 古爱玲已经成为了国人心中的滑雪公主 她此次担任火炬手 无疑是对自己实力的又一次肯定 古爱玲忙手挺胸 奔跑在巴黎街头 充分展现了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风采 另一位亮相的明星是女演员汤维 作为猛流的代言人 她首次以此身份参与奥运火炬传递 44岁的汤拓神采奕奕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活力四射 她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对于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世界级体育盛事 她感到无比自豪 身为内地音线女演员 汤维在国际舞台上理获殊荣 此次担任火炬手 无疑是对她卓越演技和巨大影响力的 又一次认可 当红小仙人王一博也受邀成为了火炬手 现场粉丝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可见她的人气有多高 更令人感动的是 当王一博发现国旗落在地上时 她立即上前捡起 交给工作人员 展现了极高的爱国情操 这一举动瞬间登上了热搜榜 广受好评 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年轻艺人之一 王一博此举无疑展现了新生代 周前梦想的决心和为国争光的责任担当 为中国形象加分不少 此外 新晋小花赵瑞斯和内娱当红女星杨子 也受邀参与了火炬传递 赵瑞斯脱口而出的流利英语 让人大为惊讶 展现了她丰富的语言天赋 而杨子则是一如既往的活力四射 为这场盛会天才不少 这些新生代艺人的亮相 无疑点燃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 让世人对未来的中国充满期待 可以说 这次巴黎奥运会火炬手阵容新光翼翼 既有实力派艺人 也有新生代流量当当 集结了中国娱乐圈的顶级代表 他们或温文尔雅 或英勇无畏 或自信从人 或青春洋溢 无意不再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力量的多样魅力 这些明星们通过火炬传递这一独特的方式 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奋斗精神 展现着中国人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明星们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 不仅展现了自身的魅力与才华 更通过各种方式彰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骄傲 王一博捡起落地的国旗 是对国家象征的尊重和维护 也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 而其他明星们在采访中 纷纷表达了为中国体育进而加油打气的心情 这无疑是对参与奥运的运动员们的鼓舞和支持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 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爱国爱家的深厚情怀 总的来说 这群明星火炬手们在巴黎的精彩表现 无疑是为中国争光天才的绝佳机会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传播了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 中国运动进而定能在赛场上大放异彩 为国争光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体育盛宴 为祖国喝彩 02 赵瑞斯花车寻有好梦幻 在璀璨星光与斑蓝光影的交织下 赵瑞斯优雅的步入现实与梦境的边缘 乘坐着一辆精心打造 繁花点缀的花车 悠然穿梭于城市的灯火阑珊之中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极致盛宴 更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洗礼 引领着每一位观者步入了一个梦幻 与现实交织的起立世界 花车之巅 各色花卉争奇斗艳 红的炽热如月燕 粉的温柔素朝霞 白的纯洁胜出血 他们被艺术家以巧夺天宫之计 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绚细的图案 既彰显了大自然的壮丽与细腻 又融入了降人无限的创意与心血 青纱随风轻舞 如同梦幻的羽翼 与四周流光溢彩的灯光相互交织 构建出一个既古典韵味 十足又不失现代风尚的梦幻空间 令人恍若隔世 赵瑞斯身着一席流光溢彩 璀璨夺目的礼服 犹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 端坐于花车核心 网若一朵在夜色中静静绽放的莲花 清雅绝俗 不染世间尘埃 她的笑容温暖而明媚 如同春日里最和煦的阳光 穿透寒冷 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给予每个人以无尽的温馨与鼓舞 随着花车的缓缓前行 她不时地向四周的人群挥手示意 那份纯真与热情如同磁石一般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让整个巡游现场洋溢着欢声下雨 与门门的温情 这场花车巡游 无疑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它超越了简单的观赏体验 成为了一次深刻的心灵触碰与共鸣 赵瑞斯以其独特的魅力与风采 不仅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某 不可多得的亮与色彩 更在每一个见证者的心中 镇刻下了难以忘却的美好印记 让这份梦幻与烂漫成为了 永恒的记忆篇章 人在拍照 追讯素